最近几天 关于国民准备挖脚尤文队长迪巴拉的消息不禁而走 蓝黑军团愿意匹配尤文开出的续约合同 将这位28岁的阿根廷前锋带到梅阿查 当然 这一切都只停留在传言阶段 迪巴拉也暂时没有离开尤文的想法 他甚至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不是恰尔汉奥卢 不过洛花有意流水无情 尽管迪巴拉表达了忠心 但尤文其实已经做好了他离开的准备 甚至找到了两位替代人选 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尤文曾经开出了一份800万固定200万浮动奖金的续约合同 并与迪巴拉初步达成了一致 不过之后续约谈判突然没有了下文 如今尤文又提出想重新商讨续约合同内容 甚至希望迪巴拉能够接受在现在730万欧元年薪的基础上略微下降 这种出尔反尔让迪巴拉非常不满 其实 这也很有可能是尤文不想与迪巴拉续约 但又怕落人口实的一种做法 迪巴拉曾经是将尤文扛在肩上的核心球员 但最近三个赛季他伤病缠身数据大幅下滑 虽然本赛季状态有所回升 但是否还配得上一份千万欧元年薪的大合同 尤文仍心有疑虑 所以 迪巴拉要么接受同等薪水甚至降薪续约 要么不接受续约今年夏天自由身走人 前者可以让尤文节省不少的开支 后者则可以让他们在道义上占据至高点 毕竟不是他们不续约 是迪巴拉不接受续约合同 而一旦迪巴拉真的离开 尤文也已经有了他的替代人选 第一个就是今年夏天合同到期的旧江伯格巴 后者曾经在尤文度过了四年的美好时光 从一个青涩少年成长为世界超一流中场 对于重返尤文 伯格巴从来都是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 在工资上 他要比迪巴拉高得多 曼联开出的40万英镑续约合同都无法将他打动 如果尤文想签下他 最起码也要给出这个数 而且伯格巴经纪人拉伊奥拉也少不了一大笔用金 但是 在个人能力和对于球队的帮助上 伯格巴还是要比迪巴拉强不少 他如果到来 足以让尤文孱弱的中场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不过 伯格巴自己是否愿意重返 如今辉煌不在的尤文 还是一个未知数 毕竟与斑马军团比起来 黄马在底蕴上诱惑力更大 而伐甲土豪大巴黎 则可以满足他在经济上的任何要求 第二位就是如今在一甲一场火爆的塞尔维亚中锋弗拉霍维奇 21岁的他在本赛季23场比赛中 轰下19球2助攻的数据 其中一甲联赛20场16球2助攻 丽亚因莫比来领跑一甲射手榜 强悍的身体对抗能力 出色的脚下技术和一流的射数 让弗拉霍维奇拥有了一个小伊布的绰号 目前 他与紫百合的合同将在2023年夏天到期 如果球队不想让他自由身离队 就必须在今年夏天将他卖掉 7000万欧元的身价和800万欧元的年薪 虽然也不便宜 但弗拉霍维奇毕竟只有21岁 这笔投资还是非常值得的 当然 想得到弗拉霍维奇 邮文也面临着众多英超豪门的竞争 如果得不得 他们就只能助攻萨索洛中锋 斯卡马卡了 那个比较便宜